國慶大典觀禮台上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C好手機揪團來自拍 但自己拍的角度似乎不夠好 上前找來一旁的 禮賓接待人員幫忙合影 巴西立委笑得很開心 但似乎忘了柯文哲 身陷弊案 國慶大典無法出席 慶酬會還是為柯文哲留下位置 但看看位置排列 著舞台區前排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緊接著就是柯文哲座位 不過字條上貼的是台灣民眾黨 並沒有直接寫上柯文哲姓名 內政部根本就沒有安排柯文哲的位置 是韓國瑜院長跟他們表示 不同的意見了以後 今天才保留了柯文哲主席的位置 慶酬會發聲明 主任委員由立法院長擔任 內政部則負責秘書處作業 另外設有大會處負責 國慶活動規劃 邀請貴賓由大會處辦理 而非內政部決定 邀請對象 給大家照一下 八席為了展現力挺阿伯 就連服裝都特別準備 白褲搭配上印有正義 拳頭字樣的白色上衣 配上國企和柯文哲競選期間的 KP徽章 聲援柯文哲 柯文哲主席經常告訴我們每一位成員 我們要把國家利益 至於政黨利益 跟個人利益之上 八位臺灣民眾黨的委員 全體出席就是要展現 這樣子的精神跟價值 說要展現團結價值 但黃國昌和民進黨團一味之格 宛如楚河漢界完全零互動 而總統發表談話時 堅持國家主權不容侵犯並吞 一旁賓客忙著鼓掌 黃國昌則是雙手暴凶傲視台下 白衣稱出席國慶是展現 對國家的愛 但一舉一動常在細節裡 三天宣傳周一致馬虛文哲報道